宋纯佑年间,福建名唤徐清守将陈静姑慈爱为民护胎保胎的事情禀报朝廷,恳求曾家封号,弘其妙语。 朝廷最终准奏,加封陈静姑为重拂昭会慈祭夫人,赐额顺意。 封赐之后,临水公祭祀入到国家四点,各地四奉陈静姑的大小庙宇随之应运而生,英灵驻于八民,远波江浙。 尽管历代帝王对陈静姑多次加封,但在百姓的心中,他是一位拥有神力的人,却也是最具人情味的神。 庙茂壮壮千秋,顶心有相,母遗昭百代,昆厚无疆。 临水公正门两旁的石刻对联,体现了百姓对陈静姑的无尽敬仰。 临水公祖庙是陈静姑文化得到保存与发扬的重要载体。 2008年,陈静姑信俗文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2013年,古田临水公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这座仿宫殿的建筑,成了人们朝拜陈静姑的重要场所,承载着人们的美好祝愿。 善男信女们怀着期待的心情,祭拜临水夫人,带走她的祝福或宽慰。